突发消息 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2023年2月27日深夜 在今日稍早前 杭州当地警方通报提到 2023年2月27日9时38分许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陆续接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少医夫医院商人后跳楼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经公布调查阿某男31岁医生与吕某女32岁医生存在感情纠纷 当日上午阿某窜至事发医院持刀伤害吕某后跳楼身亡 12时35分许 吕某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网络自信显示 浙江杭州的少医夫的 以外科医生阿某今年31岁今早窜至医院伤害32岁的呼吸内科医 女医生并输血血疏后跳楼身亡 网络上披露的多张事情聊天记录显示 涉事受害者似乎和别的男生好上了 并且已经进行了多次生娃过程 这样就让涉事男子阿某感觉自己被虐了 便走向了极端 另外针对此事 有自称来自少医夫医院的人士提供资讯提到 涉事男阿某是女医生湖北老家的未分夫 是湖北红石智慧急诊医生 二人恋人关系已拍婚纱照 女方到浙大读员和博士 期间费用由男方资助 女医生二至22年博士毕业 入职医院 年方31岁 年轻漂亮 难免有其他男医生猛烈追求于你 事夫印证简单 情杀阿某自己也曾在社交平台 自述提到 女医生是大学同学 有12年恋爱时 女方出轨 自己被立自己为受害者 被分手后 陷入极端癫狂状态而行凶 不过在另外的网友提供另外版本的资讯中提到 你的博士毕业后工作第一年 难道和他谈了12年 赌博欠了300万元人民币的赌赞 你的就想分手 难道不同意 还照黄瑶说你的出轨 把你的手机发朋友签 视频说他出轨 要砍死他 无疑住了 视频是14号发的 当时就闹得很大 你的因此回去休息了一段时间 才回去上班第一天就被砍死了 另外网络上的资讯显示 浙事受害者名叫李丹丹 在2016年毕业浙江大学内科学专业 这些有关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少医夫医院 就名浙江省少医夫医院 是附属以浙江大学医学院的 一所三级甲等医院 设有两个院区 庆春院区 位于杭州市上城区 庆春东路3号地铁 庆春广场站西侧 下沙院会以杭州市前塘区 下沙路368号 两院区采用一体化管理模式 杭州公交298路 在两院区之间互通 大片可沙。 mont城市上城北汽6 V